大家好 我是通風老饕 一胖體質在尼琦吃美食 沒錯 我們在台南 老饕頻道四周年 既20萬訂閱 既仍仍餵我系列 來到最後一旦 我們直接來到台南 為什麼 我就想告訴大家 我有一個台南味 整體裡流的是台南血 就是糖分很高的台南血 台南我們也來挖過非常多美食 不管是白天的brunch 或是晚上的宵夜 都有非常多口袋名單 但是今天要祭出的是 之前都沒有遇過的口袋名單 宜珠郎 包含有一個在深夜裡面 半夜兩點才開的牛肉糖 這次我們就穿著四周年 跟Plan Me聯名的T-shirt Plan Me Fit Me 來台南爽吃 這間真的超級可愛的 而且夏天很通風 而且它是落肩版的 舒服 然後再加上短褲 超適合台南的 而且這個 短褲超透氣 然後再背一個小包 有時候想輕便去樓下吃個鹹味 拍完以後再回去民宿堂 我就可以這樣出門 跟著我們一起出發 我保證 這集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絕對收在口袋的名單 下次來台南玩 可以直接走一遍 那我們就出發準備 準備爽吃 第一家我們直接來到大泳街的無名賢州 這間是我跟地公兩個人的口袋名單 我們如果要吃老饕brunch的話 就會來大泳街的這間無名賢州 它的基本鹹味就是有虱目魚跟蚵仔 然後給你料放的滿滿滿滿 但是它的魚肉不是像魚皮那種喔 魚身的部分 白肉的地方 最好吃的是什麼 它一定要再加上蒜絲跟芹菜 不過在台南 粥的流派 就是白飯泡上熱湯 如果講泡湯 才能讓我滷在吃 我們就吃粥 那麥麥啊 麥麥就是湯比較多 大泳街的無名賢州呢 我覺得它的魚肉給的非常大塊 但是魚肉就是 虱目魚肉 這樣比較熟的話 就會比較柴 所以我一定會做的動作 就是剁碎的動作 你不要傻傻的整塊魚肉吃進去 好好柴喔 老饕的好柴 它沒有辦法整個銷量銷出去 所以它才煮成鹹麥嘛 那煮成鹹麥 我們就要用頭腦吃 你看把它剁碎之後 每一口你都吃得到碎魚 來台南吃根本就是要吃一桌 虱目魚肚 因為才有油脂 有水油香的 魚皮湯 因為魚皮呢 可以把軟嫩的地方補漆 然後最後再點肉燥淋油條 真的喜歡台南高雄帶的肉燥淋的 很好吃耶 如果只是油條 你就覺得好乾喔 咬不下去這樣子 但是它們連肉燥 哇 小菜輕層次 通常牛條不是脆的 第一口你比較嚇到 但是它越嚼越香 越嚼越香 尤其是泡上滷汁那種 沒有想到油條跟滷汁這麼配 鹹麥一口配上肉燥油條 這一道蠻豬的 然後吃魚皮湯 你以為傻傻的我就拿起來 就直接吃魚皮湯嗎 NO 還是這種早餐店吃魚皮湯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加醬油的感覺 有些天還會有芥末 然後就這樣沾著它 你可以吃 肚子的地方就是最好吃的地方 魚頭在這裡 然後魚肚 然後打開就是你們 一片的虱目魚肚 合起來啦 魚皮在哪裡 魚皮就是上面這一塊 你想想看你的背部 有沒有 背部 回台湾就是要吃虱目魚 像牛奶般的魚啊 真的假的 虱目魚的英文是牛奶魚喔 嗯 它是冷知識欸 現在我們來到的是阿文豬行 它就在大永賢州斜對面 你可以直接把它一套這樣撕起來 阿文豬行大家都很喜歡去排隊 本人在年輕的時候也是有跟排過 在地人直接跟我抱一間說 欸你不知道嗎 鴛燒豬爛 鴛開這間 不用排隊 我這個人覺得就值得 直接來這邊 我們點了四種 這個豬腳 這個豬腳 好Q彈又有蒜味喔 它其實有點算是白乳豬腳 我其實本來會滿怕白乳豬腳的 但是因為阿文加了一些油膏 然後一些蒜頭 直接對我的胃 它都叫阿文豬行 他們就是把豬行撇得非常非常薄 然後下去燙一下就起來了 然後乾的是它會拌三個基底 就是米酒 香油 麻油 所以它會有香油的層次 跟比較沉的麻油的香氣 然後腰子也是厚厚的腰子 嗯 超好吃的 因為它的腰子有夠脆 很新鮮 完全不粉 阿文直接從它的抽屜拿出一大片 在那邊切的時候我就知道對了 處理得非常乾淨 我喜歡 台南還有一間腰子非常厲害 它隱藏在善於一面店裡面 麻油腰花 它的腰花真的是大片 熬吃到不行 這邊不是在吃豬心冬粉耶 他說這邊的排骨冬粉比豬心冬粉還猛 喔 謝謝 一天就十五碗了 一天就十五碗 一天就十五碗 照顧頭顧就對了 他們要吃你就煮 那不會煮這個 牠們排骨剛剛呢 試用三球下去燉 有點半鍋的感覺 但是比較平民版的版規 是 因為它燉的是排骨 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就是小排 它的燉很油香 上面都浮著一層一層的油 就中藥才藥補的那種清燉的藥香 但我覺得它最出色的就是那個豬油 浮在上面 完全不清燉的 它排骨真的很猛 用的很好 就小排 多油脂的地方 品嚐版的 一定要吃 再蓋上冬粉 所有饕客都說 比豬心冬粉更好吃 饕客那麼強才知道的 原來後面藏了一層龍骨鎖 它們骨髓呢都是新鮮的 直接下去汆燙 然後起來做乾拌的 這整條可以這樣拉起來 這樣拉起來 這麼完整的 絕對就是新鮮現宅 沒有冷凍的 骨髓麵啊 小當家 麵飛麵啊 我記得我們上一次吃到這樣一根的骨髓 也是在那個阿三肉的湯裡面只有一根 可是它這裡面有一碗 八百根 好濃 好濃 不得了 七十幾歲 超皮膚 你皮膚也太好了吧 我都天天吃得很好 我都天天吃得很好 老闆的皮膚 太好了 她說她都吃這個 豬腳 骨髓 跟那個 鴨角翅 保養 從今天開始就跟妳 對妳走 那個皮膚 好美啊 因為要錄金塊板就開了 飲料國度怎麼可能不選一杯飲料 地公怎麼可能放過 除了之前我們愛宣服居之外 只要稍微跨走旁邊兩步 你就可以再找到一間非常厲害 很古早味的秦三茶行 因為雖然是老茶行 然後改成新的開始賣飲品了 他們茶一定是厲害的茶 他們有幾個有名的 譬如說像是琥珀系列 然後他們呢 我覺得非常細心 果然是講究茶的茶行 他們在喝的時候還交代我們 如果我們三杯要一起喝的話 一定要照從淺的到深的才不會影響 如果中間你一定要紅喝 我覺得這個我很喜歡 我喝的這杯是東方美人加古梅 東方美人我個人非常喜歡 就是因為它跟紅茶比起來 多了一個清香 我個人又很喜歡梅子 所以他就幫我加了紫梅 他說這個沒有在菜單上 但是很多人也會這麼店 車子真的有在用茶葉泡的茶耶 它那個紫珠梅的清香 非常帥氣 很適合夏天 可是你又真的喝得到茶的香氣 最經典的琥珀系列 這杯是我最期待的 琥珀檸檬 它裡面有滿滿的碎冰 我一看就覺得是我的菜 一定要尬著碎冰一起喝 所以一定要用粗吸管 它的那個檸檬的味道 是有檸檬皮的那個香氣 而且整邊有濃到耶 要把吸管拉上來連碎冰一起喝 好好喝喔 因為它的紅茶的底部比較厚 可是你尬上碎冰的時候 它就不會那麼厚重 會有一種清涼的感覺 跟檸檬就銜接在一起了 我跟你說這杯琥珀檸檬 我先訂了 結果我們又跑來了 因為昨天沒有喝到 琥珀冰磚奶 海內看起來超好喝耶 這裡面有冰磚還有小碎冰耶 瘋掉 抱歉 今下是這杯 琥珀冰磚奶超飽 超好喝 那好像這一個愛一個的渣男喔 我跟妳說這杯真的超好喝的 我很喜歡喝奶茶 而且很好喝 我咬到有點碎冰 那個奶味跟茶味 達到完美平衡 拜託你們都是加珍珠 它加完珍珠之後就是 一百八的春水湯等級的珍珠鮮奶茶 沒錯 就是春水湯 超好喝 其實這次來台南呢 還有一個秘密任務 對我來說 在吃小吃的時候 還可以認識非常非常多的台灣文化 是一件非常讚的事情 因為在去吃小吃的時候 燈火通明 直因我吃到好小吃的道路就是燈籠 結果逛到台南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間 古早味的燈籠燈舖 是專門幫大家在寫小吃點跟廟宇的燈籠 所以我就決定再來做一個 屬於我們自己頻道的燈籠 因為我們三月來的時候老闆說 妳要不如就現在訂7月再來吧 超久 今年龍年做一顆燈籠 剛好又生日點燈 然後以後我又要開小吃點 有嗎 有這件事嗎 然後也想拍下這些傳統的記憶 不能失傳啊 阿神 我們來了 辛苦你了 哇 你把他補齊了 好漂亮喔 就是有龍 就是有正手工 這個龍真的畫得好漂亮喔 全純手工的 其實畫什麼是商業機密 它深色到步驟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這個就是沒有超高 那你會加一點自己小巧思進去嗎 還是說它這個就是一個傳承 一定是先打好基礎之後再求新求變 沒有人看過真龍剛那樣子 阿對 你說得很好耶 通常這邊正面是寫什麼 通常就是像這樣 喔 廟宇的名字 正常來說是字會像外 它有時候就是這種廟宇的板 洞 然後這側邊可以再寫 寫一些像這種就是跡象畫 跡象 所以以前它是相對的這樣 那你算是第三代嗎 第四代 第四代 第四代了 我跟你講話的話會害你寫歪嗎 不會 因為這個我們每下一筆 我們就要拿起來看 你下來看 下第一筆就要拿起來看 寄數 寄數 通常人家會講布燈 因為它主要是布燈 然後它的外號也有叫做 因為它彈起來的聲音很像鼓的聲音 喔 原來如此 那你是怎麼知道哪邊要變胖 哪邊要解瘦啊 這種字體通常就是 直的粗 橫的細 喔 直粗 橫的細 它就可以壓的扁扁的感覺 就是需要你這種了 就是需要你這種了 我都要哭了 沒有人接很可惜 就是沒傳下去的問題 因為有些小吃沒有人接 我就再也吃不到了 我就會哭 這種沒有你畫 誰會理我們啊 那像那種薑母鴨那種店名的 你們也可以寫嗎 也有 但材質就是像我哥在寫那一張 那是塑膠筆的 喔 是塑膠筆 那黃色有特別的意思嗎 黃色代表皇帝嘛 所以材質就是玉皇大帝類的 那你覺得你現在最得意的一個字 一 一 一最好寫 國字的一還是一痕 一痕 一痕 OK OK 哈哈哈 你是那個是不是 哈哈哈 韜如果是我寫的話應該會哭 真的太難了 而且他又是最後一個出場的 你知道他筆畫比較多 你就可以縮小其他的空間 太神奇了 真的太神奇了 阿晨晨你覺得我有機會 可以參與這個韜的某一筆嗎 對啊 阿整個寫錯的話就怪我 喔 志祺拿到這個感覺好不一樣 這兩個填滿就好了 對 把它填起來很難 磨乾一點 但太濕了這樣 對 太濕容易就往下滴油 就回了 就回了 講這種緊鎮人緊張的話 真的可憐 這工作好療癒喔 你說圖別人寫好的 哈哈哈哈 問他有笑啦 哈哈哈哈 還是我以後 就來這邊打勾 偏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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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休假的時候打給我 哈哈哈 平常這兩顆球是寫日跟月的 然後叫日月珠 平常寫日月的 阿我們寫爽吃 後面是藍色 我們寫了老饕俱樂部一顆 左右對龍 第二顆是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最後一步就是要上金色 紅色的部分它是整個用金邊框起來 藍色的部分是畫陰影 真的是藝術欸 每個地方都講究 我覺得有阿成這樣子傳下去我都要哭了 完成了 謝謝我師傅幫我做得很美欸 從這隻龍一開始是他畫的 到寫字也是他一筆一畫寫的 你滿意你自己的作品嗎 我滿意啊 還逼他說滿意 所以我這次出了兩個套給你 非常大的難度 也算是謝謝啦 哈哈哈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台灣這種傳統的記憶跟文化 不能消失 我們就是要融入 什麼新的想法 新的概念 好可愛喔 謝謝你 好感動 那我們一起合照一張 現在我們來到的這間是晚餐時段 我跟你說爆牌常人 在地的有點像便當跟自助餐店 它這個等於是小型熱炒店 因為還有現炒的東西欸 所以我就直接爆點一撥 反正我們分三天拍啊 就是什麼 可以點一整桌啊 板頭都無所謂啊 我直接看到那個菜鍋能煎得有夠漂亮 這菜鍋能超厚 每一口都咬得到厚實的菜鍋 然後煎得淡香焦香焦香的 天啊 而且來台南吃這種店要什麼 點一碗肉色的 坐在裡面爬飯 對台南人來說這不是滷肉飯 就是肉燥而已 你們肥部的滷肉成為我的肉燥 它在台南不算甜欸 之前我們有吃過一間叫 富宏 富宏也是這種自助台南的嘎肉炒 我覺得也非常好吃 富宏的肉燥飯也更愛 要點一點點 我一走進來就一定要點的 就是它那個蜜汁香腸 然後再蓋一點點蒜 它那個醬香就忍不住 讓你想點 很像刷上蜜汁醬 薄肉醬 那種感覺 它吃墨魚的話 也就是偏煎炸派 油比較多的 外面會比較酥脆的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老闆那邊 都是湯味上直接擺 新鮮的在那邊 你可以點煎的 可以點炒的 可以點煮湯的 就很像熱炒店 我好喜歡這種氣氛 哇這個好脆 好脆 它就變成那個 像零嘴一樣 餅乾一樣的脆皮 他們還有通報魚皮 它有炒蔥 有炒九層塔 還有炒薑絲 好讚喔 很香 這盤要甜欸 這魚皮炒九層塔 好好吃喔 而且在早餐店裡面吃不到的 放九層塔的香氣 隨著魚皮攪上來 小魚肉沒有魚皮這麼嫩 魚皮的滑度跟嫩感 非常好吃 完蛋了 快完這集 是不是就要來台南住啦 這是他們日常居民 可以吃到的東西 喔 忘記跟你們說 這家沒有店名 如果你們想來的話 它在厚道米糕附近 現在的時間 最後一家 三點半 一定要喝到牛肉湯吧 我逢人不問星座 不問生日 不問年齡 我就問你 喝哪一間牛肉湯 所以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搜集到 超級多的口賴名單 這間華哥 它兩點半才開 空無藝人 這邊甚至不是市區欸 空無藝人 就是那邊 有光的地方就走去 又在考試了 又在考試 以前寫考具我這麼認真 沒有 這牛肉超大碗的 而且要直接點上等花紋 我就是有在 米花紋的牛肉 哇 這個的肉超厲害 肉肉 然後湯沒有敲燙 所以它的肉很嫩 嫩中再脆 這間可以耶 適合去酒吧完結束的行程 因為喝一口你就會醒了 我沒去酒吧我也想來了 我覺得我們點上等的花紋 是直接吃得到油花跟脆桶 華哥切得非常厚 它很厚實 但是我覺得最厲害的就是 湯的溫度 它的湯的溫度跟肉質打到頑度 然後很 原因是因為有些燙太燙了 那個肉質就會太硬 脆又帶出那個油香耶 它的湯底呢 應該是以牛肉跟牛大骨去熬的 碎油 然後浮在上面 然後有點牛腩感的那種牛肉湯 就是牛骨甜 我覺得 原先就是跟牛腩湯一樣清澈 你點的份量夠多 它湯會變成咖啡色的 就是血已經在裡面了 但是會讓湯頭怎麼變得更甜 真的吃得出來很新鮮的感覺 因為有甜味 對 有一個甜味 對 有一個甜味 八顆 很好吃耶 這太可愛了 這太可愛了 這很可愛 真的 炒雞也難是一定要的吧 然後這邊還可以炒高麗 或爆炒蔥 還有苦瓜 它的肉還蠻雜片還蠻多的 只是它有上一點點粉 但是它比較滑 一到這邊圓圓我就聞到那個鍋氣的味道 原來就是這些喔 那麼濃 它牛腥炒得非常好吃 跟高麗菜搭配起來的脆感 又脆又嫩又脆又嫩 整個搭起來尬上白飯爬兩碗 牛腥是我菜 點炒牛腥 我其實第二碗都會點牛腩 因為牛腩可以喝得到他們清湯 這家湯底的底韻就在牛腩湯裡面 然後你一抿就化開 然後那個肉子的香氣都在裡面 所以我第二碗都會點牛腩湯 然後它的正面是肉 後面是筋 走心手背不一樣的風味 加點第二碗直接是肩胛肉的部分 因為老闆都會切不一樣 就算是上德花仁肉 也會是不同部位的 第一部位是接近肋排的地方 然後接近小排 我喜歡小排的油膳 然後這個地方是肩胛 肩胛它的肉感比較重一點點 就是要喝不一樣的部位 才有不一樣的感受 這家真的是超級隱藏版 將來一樣不分名次 早餐你們去吃新鮮牛肉湯 該碗肉燥飯 午餐你們可以去吃早餐 早餐的牛肉湯 它是比較舒服甜的 下午茶你跑去阿彩跟他說 不好意思我要隱藏版 所以我隱藏版的最好吃 晚餐 來一點湯頭不一樣的 我會去胡鬚中 淋兩圈米酒 吃厚肉 一樣是上等花圓肉 吃點的時候有點小餓 阿傑已經有點餓了 開喝之前先去阿傑 華哥就是宵夜 完全可以相扶華哥 隔天早上 又可以再去吃新鮮 好快樂 生日月到這邊是最後一集了 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對我來說其實我一直在回想 這些日子我們做了些什麼 想著大家在這四年來 怎麼跟著我們一起到處去吃吃喝喝 到二十萬訂閱又撞在一起 可以請大家一起吃掛包 到有機會可以跟Planme合作 然後設計出我覺得可以好好把我們的想法 告訴大家的T恤 從這整個企劃整個這樣整包做起來 都是我在第一年做這些事情想不到的東西 可是我就這樣子一步一步一步做出來 然後身邊的家人身邊的朋友 每一個陶客每一個你們 就是每個人 就算你們只是一點點留言 都是給我做這件事情的動力 然後想要把這個做一個更完整的結合 我們怎麼長在台灣這個地方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喜歡更了解 就算只是吃的 因為從吃的開始 我開始認識像今天做的燈籠 包含剛剛跟華哥聊天 都是一個在遇見這片土地 每一個人的一個小過程 雖然不能全部都呈現給大家 但是這種感覺是 你們知道這間店來這邊吃 然後融入在地是可以體驗得到的 這個籌辦的這三個月以來 我每天每天都在想的事情 就是接下來我到底可以帶給大家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至少在這個階段 就是把你們帶我去吃好吃的東西 我會繼續帶你們吃好吃的東西 人人為我的概念 告訴大家 傳給你們 燈籠只是第一個 我會因為吃東西了 認識更多台灣 所以 要預購的 還沒有 還以為難受 以為難受 好像我啊 難得在這個清晨 我有點為罪為醒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比較正經的事情 平常就是瘋癲癌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 掰掰 要預購的還是可以點資訊欄 因為 預購送磁鐵比較划算啦 認真的啦 真的啦 就是歡迎加入老套俱樂部 因為妳跟我一樣愛吃 第一次拍這麼重大的企劃 沒下雨 我們拍攝形象照片 下雨 我們拍攝影片 下雨 掛包那天 下雨 下包 我就不幸台南還要下雨 我都已經來台南了 無法講述我的心情 吃東西的時候都沒在下雨 我覺得是 我被針對了 還是綜藝之神的健庫 太邪門了 我們是美食節目 不是綜藝節目 我們是美食節目